大家好,我是小雨,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,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分娱乐,现在开胜! 这就是街舞,在经历两轮淘汰赛之后迎来了短暂的修正,选手与明星队长之间的位置发生互换,由原来的队长决定选手的去留,变成现在的选手选择要加入那个队长的队伍,与他们一起走过接下来的比赛征途,没错,节目一年一度的正头戏选人大战开始了,经过两轮淘汰赛之后呢,剩下的我是二名选手分别被安排在了独立的隔间中,每轮只开启几位选手的房间供队长们进行选择,在开始选择之前, 几位队长自然还是逃不开节目组安排的考核,通过两两分组进行两轮游戏比拼,获胜方将在选人的时候获得奖励,反之失败方将获得相应的惩罚。 不过这个环节对于王一博和王家二这个双王组合来说似乎不太友好,在传声筒和你话我猜两个环节中,他们都惜败张艺兴和钟翰两小组,这给他们在选人环节带来了一些不利影响,两人腿被绑在一起行动速度受限,同败一副眼镜更是拉低了抢人的效率。 不过还好王一博队长在选人之前的工作做得比较到位,花足了小心思,才得以让自己在行动速度受到限制的不利情况之下,依旧能够效傲全场,争取到自己心仪的队员组成,名副其实的一波王炸战队。 像其他的五种的学者们学习新的动作,他始终都与选手们打成一片,像其他舞者学习,非但不会拉低自己队长的身份,反而是成为了他与队员之间建立信任,增强了解的一道桥梁。 在一个圈子里,其实有时候无需多言,相同的爱好就是彼此之间最好的通行证,当然了街舞也不例外,对于这一群专业舞者来说,舞蹈就像是一门语言,在这个圈子流通,他们完全是可以用舞蹈交流的。 可以说,王一博从一开始就与选手之间建立了很好的信任,为自己选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,在四位队长都向步步抛开了橄榄枝,留下自己的毛巾,企图将他招揽自自己的队伍的时候,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王一博,除了因为他从王一博的街区出来,后期相互交流学习起到的作用不言而喻了,心有求护,目标清晰,预制战术,效果明显,当然了,空有信任和了解还不足以完全让舞者放心的将自己交出。 对于队长加入他的战队,选手对于队长的选择呢,很大部分还是与队长与队伍的规划有关。 舞者呢,只有明白自己在队伍当中会站什么样的位置,才知道自己是否与这支队伍相比配。 王一博同样看到了这一点,他对战队风格的规划偏复古街舞风格一点,自由式的街舞搭配镇杆舞和地板舞来制作一些震撼的舞台效果。 当然他也有取舍,他放弃了甩手舞,看似五种存在不全的风险,相信了他也是有自己的考量,否则不会在甩手舞舞者房间开放的时候,选择放弃选择。 在五种搭配这个大的战略之下,他对选手选择同样清晰、直接,在争取杨宇婷的时候,他简单直接,表示他将是自己队伍当中唯一一位女选手,位置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。 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直接,却也是十分有效的,最终他成功的将大庭招揽金组,在天一元重量级选手。 巧妙使用新道具,以新鱼的选手达成稳定期约。 在选人环节,王一博在大方向上面有把控,在细节上也做出了新的尝试,因为每轮选人只有一条毛巾,但可能会出现一轮中有多个自己想要留下的选手。 在毛巾数量与选手这个矛盾之间,他想出了新的方法,使用鞋带和选手建立期约,先争取关键选手, 对于已经与自己建立起默契的选手,用鞋带的方式进行预定。 他用这样的方式留住了几位舞者加盟自己的战队,这其中就包括特点鲜明,被称作是长在王一博笑顶上的男人舞者小姬。 让选手相信自己会被选择,使他们吃下定心丸的同时,也让自己安心,可以说一个小道具却有大作用。 王一博在选人前后的精彩表现,更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和点赞,而对他本人而言,他选到了自己心仪的队员, 组成了一支战力值满满的战队,后期一定会带来十分亮眼的表现。 当然了,其他几位队长的队伍中都分布着各个五种的大神,还未开始比赛就已经让观众看到了浓烈的竞争气息,期待他们接下来强强对垒的名画面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《缤纷娱乐秀》,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,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,拜拜。